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269集 李志听了裴炎的诚恳表态 并没什么反应 只是默默注视着这个不放心的宰相 平心而论 裴炎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时至今日 李志都没看透 说他是正人君子吧 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 说他是宁性小人吧 有居官清廉 行政得法 李志从不怀疑裴炎对大唐的忠诚 能力也还不错 真正值得忧虑的是他的资历 若换了薛元超 他不会有这顾虑 开国功臣之子 皇帝的前邸旧臣 又娶皇家宪主 连郭正一都是其提拔的 留景先知留甘居晚辈 朝廷内外 谁敢不服呢 可是裴炎没有这等威望 他不过比郭黛局等人 早当两年宰相 攀升之路又有些不明不白 谁会打心眼里扶他呢 而最糟的并非别人非议 而是自己没底气啊 只能尽人事 未可吃天命 李志自存这辈子 都不曾掌握命运 更何况撒手闭眼之后呢 他实在是太累了 不愿再做无谓的思考 他断断续续的说道 天下施种不可停滞 朕去以后 太子立刻即位 守孝可依照旧礼 一日一月 郭正一等人早已完成 那段冗长的官养文章 静静地候着 听李志说到真正要紧之事 立刻诺管再说 季中之后 七日便毙 天下至大 宗舍至众 执气成挑 不可暂况 皇太子可于旧前 及皇帝位 其伏计轻重 一一汉制 以日一月 于事为宜 园林制度 物从节俭 军国大势 有不觉者 兼去天后尽职 媚娘听到此处 长出一口气啊 谢天谢地 军国大势有不觉者 兼去天后尽职 有此一语 省却多少麻烦呢 李志仍然在低声倾诉 关于宗室 关于军队 关于百姓 但是 媚娘已经是心不在焉 对她来说 有那一句话已经足够了 只要有灵星之火 她就能燃出一颗太阳 许久许久 这篇遗诏才完成 刘景仙亲手捧着 奉至李志面前 明知皇帝看不清 也必须这样做 李志浑身的经历 似乎都耗尽了 哪里还看呢 只是艰难地点了一下头 李显的哭声再次响起 裴言却连忙劝止 以诏遂例 天皇鸿福在天 或有转机 太子殿下 当祭祀宗庙 以求饶寿 或安抚百官 稳定人心 岂可一味做小儿女之态 别再哭了 是 李显这才擦拭泪水 物质抽烟不止 去吧 都去吧 不知李志是烦了 还是觉得已无话可说 竟打发他们出去 李显虽然不忍 却也无可为傲 在裴言郭正义的搀扶之下 窃窃地去了 媚娘这才重新凑到病榻边 亲手掖了掖背脚 夫妻俩相对无语 心照不宣 李志不是不清楚 媚娘想继续干政 也不是不知道 裴言与媚娘的关系 她预感到自己死后 媚娘将变本加厉 进一步干涉朝政 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个不合格的皇位继承人 外加一个资历轻的顾命大臣 不借重媚娘 还能借重谁呀 即便她将媚娘排除在遗诏之外 就凭媚娘强悍的性格 和多年来养成的势力 难道会甘心罢休吗 为了江山稳固 天下太平 与其将来大乱一场 不如直接给她些权力 所谓坚取天后禁止 甚是磨冷 究竟能干涉什么呢 这个尺度恐怕就要媚娘 自己把握了 媚娘清楚 理智的所思所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 理智成全了她的痊愈 她实在是应该表示感谢 但是夫妻间说谢谢 又显得太生分 她唯有轻轻抚着丈夫的肩膀 温柔地说道 没什么不放心的了吧 凡事看开些 兴许 你还没到那个份上 或许静养几日 还能转微微安呢 心悲 已方乐 长短 龙头哥 理智并不懊悔来东都风扇 只痛恨十不我语 最后的心愿都未达成 反倒是落了一个 混沌他乡的结局 究竟是自己无能 还是命不好呢 她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死也闭不上眼 媚娘知道她不甘心 又见她气息越发急促 越来越痛苦 便开解道 封善者 乃为天下求福报 只要你有这片赤诚之心 天地神明 便会感激之情 你若实在放不下 咱们哪 不妨改元大赦 恩惠百姓 有恩于苍生者 必得善果 或许还能因此康复 康复吗 李智才不信会有这种奇迹呢 但是他点头答应了 统治天下三十五年 有功亦有过 有势亦有非 好歹也算是担惊 竭律未敢懈怠 在这最后的时刻 再与百姓一起恩惠 给天下万民留一个美好的印象吧 永春二年十二月初四 天空阴沉得犹如青灰的穷炉 瞧不见太阳 也没有一丝风 干冷干冷的 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寒气冻结了 在一片压抑的气氛中 忽闻一阵轰隆隆的闷响 泽天门应声而开 男女老幼 弑农工商 无数黎民百姓 走过天津桥 涌入平日守卫森严的宫门 这是洛阳皇宫第一次向民众开放 今天任何人都可以进去 观看皇帝宣布大赦 按照朝廷制度 凡宣布大赦时 皇帝必须登临城楼 亲自向百姓宣读赵书 可是李治已经病入膏肓 瘫在榻上 怎么可能登楼呢 于是变更制度 允许百姓入宫 直接走到他并卧的真观殿 聆听赵书 其实呢 这是权宜之计 却引起了民间的热烈反应 观看宣诏 倒还在其次 谁不想到宫中 一窥究竟呢 故而天还没亮 落水之盘 就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百姓 甚至 还有僧道翻泥 来经商谷 西域胡客 宫门敞开之际 摩肩接踵 人声鼎飞 民众如潮水般涌入 因为人来的太多 只片刻 雨林军就强行封锁端门 没能挤进去的人 只好遗憾而归了 那些有幸进去的人 可算是开了眼了 平生第一次见到 巍峨的前元殿 不禁嘖嘖赞叹 还有东西两侧 数不清的楼台殿阁 传说中的中书省 门下省 红门馆 可惜啊 过了永泰门 两侧便有卫兵 持朔把守 不能随便游走 只能顺着天阶前行 前元殿 是大朝会之地 此刻门窗紧闭 玉街 以及一圈的阎廊 皆有重兵把守 谁也不能进入 只能从两侧绕行 不过 好奇的百姓 还是驻足许久 两眼望着凋梁化洞 斗拱飞檐 吃吻酸泥 直勾勾的出了神 却也有不少达官贵人 夹杂在人群之中 他们根本无暇东张西望 迈着急促的脚步 绕过大朝殿 穿过一门 直奔贞官殿前 这里的军队更多 还有宫廷的亲卫 熏味 异味 离贞官殿一剑之隔 便不准前行 卫卫青王极善 手握大刀 立于玉街之下 扫视围观人群 气氛煞事凝重 谁还敢直指点点 焦头接耳呢 所有人都不作声 只能是穿着脖子 点起脚尖观看 为了保暖 贞官殿也几乎是封闭的 只有中间的大门敞开了一闪 但是殿内垂着好几层沙帐 从外望去模模糊糊糊 根本瞧不清里边的情形 百姓不知道 他们的天皇 此刻正卧于帐中 二目紧闭 气息奄奄 妹娘扶在榻边 轻声问 一切竟然 可以开始了吗 李志闻思未动 只是顺着鼻息 微微地嗡了一声 开始吧 妹娘吩咐一声 随即起身 小心翼翼地钻出杀杖 也紧随着宦官 走出殿外 对他而言 这又是一次 向百姓展示自己的好机会 当然不能错过 洛阳百姓对天后并不陌生 他曾几度随天皇出巡 还曾在泽天门 接受四夷军长朝拜 许多平民也都认识 虽然他如今已经六十岁了 却还是那么的雍容华贵 端庄高雅 百姓不禁为之欢呼 天后却连忙摆手摇头 示意大家不要喧哗 指了指站在电阶证中的范云仙 百姓狠听他的话 历时恢复平静 范云仙这才展开诏书 兜足底气 高声朗读 宣布 带员红道 红道 这是一个多么吉祥的年号 自曰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从古至今的明君皆治国有道 而道教又系礼堂所尊崇 可是这吉祥的年号能创造奇迹 挽回天皇的生命吗 百姓不懂得那么多 也不知道天皇病到了何种程度 他们只是侧耳倾听这份诏书说什么 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福责 朕仪寡媚 谬英批序 未尝不孜孜仿道 战战临人 玉朽怀秋价之威 负重几春兵之巨 日甚一日 三十四载于今已 何灾 足寒伤心 人劳伤国 下安 其上义 时必及君忧 所以 身处九重 而情舟万幸 见本之怀俱怯 一末之念欲深 今 随数计以宁 纯元为强 吕肃归后者 随寄疗而米闻 迅滑驱力者 尚迟物而不息 朕以博德 有谢一风 永念群方 再与多愧 况 朕之棉戏 赵字圆圆 故当光宣道化 便率土 于兽玉 寄苍生 于福林 这虽然只是一篇 大赦赵令 李智在他上面花的心思 一点都不比一赵少 冲书 赦人 草拟完毕之后 他命郭正一 亲自在他床边朗读 几乎是一句一句的修正 这才宣示天下 在这篇赵书之中 他丝毫没有提到自己的功绩 而是一再称颂老百姓 对国家的贡献 检讨自己在位期间 没有给百姓 创造更多的幸福 他宣布大赦天下 捐免两经灾民的赋税 老人年百岁以上者 板受刺史 九十以上者 板受司马 八十以上者 板受县令 富人则受郡军 县军 并赏赐肃米捐博 孝子顺孙 义夫劫富 观寡孤独 以及疾病不能自存者 一律由朝廷供养 终生不服老义 大唐天子李治 在这一刻 他终于是反扑归真 三十五年一场梦 他曾浩大喜功 穷兵独武 他曾视权如命 驱害良善 他曾放逐儿女 挑战父皇 他曾猜忌成性 反复无常 然而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分 终于回归本性 变回昔日那个 敦厚善良 人孝朴实的晋王 李九郎 是啊 他累了 他要休息了 此刻他不用再担心 有人伤害自己 可以泄去 裹在身上的重重护甲了 如果有来世 他也不会再选择当一个帝王了 五十六岁的他 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童年 那时无忧无虑 无所用心 只看自己喜欢的书 玩自己喜欢的音律 也只和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 那个时候 他有英雄的父亲 慈爱的母亲 还有足以庇护他的两个亲哥哥 有温柔的姐姐 可爱的妹妹 又疼爱她的舅舅 那样的生活 多温馨哪 只可惜呀 这里是洛阳 家乡坟营上缘 他的灵魂还要飘荡许久 才能和父母兄弟团圆 徘徊在幽冥途中的李治 正为此遗憾 却隐约听到诏书中的一句话 必来天后是条 身有异于为证 严禁而亦远 事小而宫多 物令重用 世尊 无代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